你们说你没有白手起家 你依然是借助了自己家族的力量 但是从你刚才的语言当中 我们可以听出来 你对自己过去的行为是有一定的反省 而且虽然你这一千万来得比较轻松 也不是自己的本钱 但是你是付出了自己的一些想法 和自己的一些商业眼光的 今天你爸妈也来了 嗯 来了 来 我们来跟你爸妈聊聊 问一下黄爸爸 您对这个儿子满意吗 满意 非常满意 她很孝顺 她很乖的 妈妈贵姓 妈妈姓姜 姜妈妈 主持人你好 把你们家别墅拿出去抵押 这事你不知道吧 刚开始不知道 如果她这次生意做赔了 你还会来吗 那也没办法嘛 我只有一个儿子 也有为她支持嘛 您对儿媳妇有什么要求啊 媳妇我也有进骨一次 也长得蛮乖 也蛮漂亮 我一家人很喜欢 你已经认可了是吧 我认可了 谢谢你们 在第二现场为孩子鼓劲 谢谢你们 为儿子加油 好善良的父母啊 一点看不出家里很有钱 你看穿着各个方面都挺腐素的嘛 不像这哥们还来一条爱马仕啊 要学学父母要低调 祝你今天求婚成功 谢谢 谢谢杜老师 来请站到 把钱拿着我没动啊 站到开启告白之门的按键旁边 问你几个问题 他如果今天不来 你怎么办 假如他今天不来 我希望他能看到我已经改变了 你还会继续追吗 追 如果他今天来了 说你这一千万来得太容易了 不是靠自己的真实本质赚 那怎么办 这些来得不容易 虽然我讲得很容易 但中间我付出很多 第三 如果这女生来了之后说 根本就忘记我说过什么一千万 我随口说说的 就算随口说说 我也愿意完成她的任务 她凡是提出所有要求 我都会去满足她 去为她实现 为她改变 成为她理想过的男人 最后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很考验你 假如这个女生说 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你怎么办 但是她真的不可能 因为她相信过几次 她有没有男朋友 我都了解了 因为她身边还有我写眼线 但是无论如何 就冲你刚才说的那句话 和你的眼神 我觉得凭她这种性格 可能真的还会祝福 这点我相信 接下来我们一起倒数 五个数 五 四 三 二 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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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看到他在台下这些年的改变 有点难受 白感交集 白感交集 五味杂陈 哇 眼神里充满了母爱 仿佛在对大家诉说 我的努力是有结果的 孩子长大了 他没有辜负你 说句实在话 当年说那你要挣一千万 是赌气说的 还是真的是有意而为之呢 我认识他的时候 他还只是个无所事事的富二代 他每天开着豪车 住着豪宅 想着今天去这里玩 明天去那里吃好吃的 他当时我也知道 他在北京有一个乐队 叫三维鱼 但他更多的 只是当成一种副业吧 认识他之后 他说没有见过像我一样 特别的女生 当时我坐在KTV里 他说明明 我没有见过 比你更漂亮的女生了 我说你当时 只是看上我的外貌而已 其实你根本就不了解我 后来他穷追不舍 我有点烦了 我的性格也比较急 我就跟他说 你走吧 我不需要一个 没有事业的男人 我希望有一天 你能够学会丹丹 用你自己的双脚 能够站在这个社会上的时候 再来找我 就当你赠到一千万的时候 做一个证明吧 当初你向他提出 一千万要求的时候 你心里是不是 觉得他压根就达不到 那是一种拒绝的方式 多少是有这样的成分 大部分 但是也有一小部分认为 他是有这样的能力 是的 因为我后来坚持过来发现 其实他是一个 很有责任性的男人 我只是希望他 能够学会丹丹 他的肩膀 有一天能够让我放心的依靠 让我觉得 这个男人就算脱离了家里人 也能够承担起一个家庭的责任 值得我托付终身 冒昧地问一下 你的家境怎么样 我家境还可以 跟他差不多吗 比他差一点点 差一点点 你眼光不错 你知道那些妖精一样的女人 是不好的 这样的一个女人 又长得漂亮 又贤妻良母 小小年纪 这个很有一种 这种贤惠的特质 而且又持家的概念 很大家闺秀的感觉 其实我也是靠感觉来的 你感觉蛮好的 接下来就靠你自己的那张嘴 和你的一颗赤子之心了 我告诉你 你前面像一百米 跑了前面九十米 最后还有十米 留在我们完美告白的舞台上 感谢你对我们舞台的信任 但是这十米很重要 接下来是黄海斌的告白时间 小米 你今天能来 我很高兴 这个是你当年要我做的事情 我已经都做到了 我知道你不是为了这几年而来的 我知道你是想让我改变 想让我变得像个男人的样子 有事业感 可以照顾你 可以照顾你家人 可以照顾我们的未来 你能接受这笔钱吗 你能愿意做他们主人吗 如果我当年让你真的一千万是开玩笑的 你会怎么办 你的一举一动 我都很在乎 我知道你那会是认真的 我知道你也对我有好感 就算当年是个玩笑 我也愿意为你实现 实现任何事情 我很爱你 我真的很爱你 我爱你不是一天 不是两天 已经三年了 三年 又过三年了 我想我还会这样 我想一直牵着你的手 闭上眼 等你的出现 空气中温暖的脸 我还记得我们的约定 一辈子 一辈子 幸福的约定 其实当年我也是有点喜欢你的 我当年老是修路你小胖子小短腿 其实我心中的类型就是你这样的 我就是一个喜欢胖子的女生 我要你这那一千万 并不是说我就是为了这个钱才嫁给你 我就是想让你学会独立 学会单单 我会做到的 我都会做到 你还记得 当年 你很想看我 玩乐队的样子吗 我一直没有机会 今天有机会 我想为你唱 你好好听着 这里有我为你打造的散烂 要来临的冬季 不再被缺余 打开封闭我的窗 飞越黑夜 吹进般的梦在夜空闪烁 我知道流星衰天坠落 这种短暂的生命 无缘流色 那一再清晨 悄然张开 幻想永远是一次冒险 太阳想去哪里 我会灿烂 水晶般的梦在夜空闪烁 我知道流星瞬间衰落 记住短暂的生命 五连六色 小敏你愿意嫁给我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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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会在一起 我会好好走 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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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il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富二代应该不是一个贬义词 也许我们妖魔化了富二代 富二代也可以有情有义 也可以很真诚朴实 比如说我身边这个 财富看在谁手中 它可以创造幸福 可以创造社会价值 也可以很奢明 关键你如何使用 来 掌声祝福他们 谢谢大家